号称奇迹大师的这名男子赖俊吉 党救护车妨碍公务 那么一审宣判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三年并且要缴交三百万罚金 最后呢他救护车没捐 哭穷说只能捐四十万 但网友发现另一头 他却花了二十万参加意大利超跑旅行团 有钱完了没钱捐 那么法院现在做出了判决 叫他再也躲不掉 奇迹大师赖俊吉 今年三月在大马路上 开车挡住救护车去路 说要赎罪赔偿却一再跳票 现在被依妨碍公务提起公诉 一审宣判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三年还要支付三百万给公库 参加一百六十个小时的义务劳务 还有法治教育 用认罪写商然后支付公益捐 那事后他又反悔 所以陈审法官是以检察官 当初提出的这个金额来作为 缓刑以外 然后另外要支付国库的金额的考量 奇迹大师赖俊吉挡救护车 事情爆发后 隔天亲自出面道歉 谢谢 当初说要捐最好的救护车 但是时间到了没有捐 后来跟法院认罪协商 又说要捐三百万 之后又喊穷 说自己只能拿出四十万 自己说出口的承诺一一跳票 赖俊吉向法官喊穷 却被网友发现去车行看跑车 甚至花了二十万团费 缴交百万元保证金 到意大利参加豪华超跑旅行团 住兴吉饭店吃米其林美食 参观超跑工厂 试驾超跑花钱不收软 可能米其林一个人 大概都要一百欧起跳吧 如果是有 不是刀叉腿劍这一种的 奇迹大师协商用三百万换缓刑 如果拿不出钱来就得坐牢七个月 一再跳票民众骂奇迹大师 变成唬烂大师 但是赖俊吉脸书关了 公司大门深锁联络不上本人 记者陈思源许佳师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